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周恩子 现在回忆稍稍有点大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 然后苹果他们新建立了一个叫做 设计研发加速器 这个加速器是干什么的呢 以后我们进门一起来好好看一下 这个加速器呢 其实是苹果给中国开发者准备的一个 教学和提升自己APP的一个环境 就是在这个加速器里 开发者可以比如说寻求导师的帮助 然后苹果会专门提供他们的工程师 来跟开发者进行对接 提升他们APP的品质和设计 然后比如说还会定期 请一些很牛的开发者来分享经验 也就是说在来到这之后 其实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各种办法来帮助你的APP 变得比原来更好 这个设计刚才我听苹果的工作人员 跟我介绍说 本身也是采用了很多借鉴于 Apple Store的一些设计风格 包括我们看到这种木质的材质 包括在Apple Store里非常常见的 这种小绿螺 然后比如说现在墙上 我们看到这种巨幅的 苹果产品 然后还有桌子上好多小吃 对吧 然后这个环节应该就是 开发者进行沟通的一个环节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我猜测 我猜测就是今天来这儿和苹果沟通的开发者 这个开发者加速器来到这儿之后 每一个人好像有一个类似于自己的一个小储物柜 然后这里是输入它的密码 然后这个是这两天在微博上非常火的上海翻了一些垃圾 首先这是干垃圾 然后是湿垃圾 然后是可挥兽垃圾 然后这一面大家看这一面的墙体展示的就是iPad 有iPad Pencil 对不对 这是第二家的iPad Pencil 然后这个位置前边只有三个房间 每一个房间其实都是开发者 在来这里之后 来进行跟苹果工程师进行沟通的一个会议室 这个部分我觉得有自己的一个设计的感觉 就是每一个会议室 它都有一个自己独特名字 比如说我现在面前的这个会议室 就叫做摩羯座英文叫做Capricorn 旁边都有一个小小的iPad mini iPad mini现在已经进入那个限制模式了 就是你只能在他们的这个限定模式界面下 这里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是今天的这个会议室里的一些schedule 一些日程 我们打开会议室的门 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锁上了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原来这个门不是往外拉的 是往里推的 这样就可以进来了 这个样子就是苹果它这个加速器里的某一个会议室 这个环境我觉得用来拍视频非常的好 首先它的采光非常的足 然后墙面上有一个iPad 然后我们看在这个iPad上 我们其实是可以用来操控这个房间的各种舒适度的调整的 比如说这你可以调整光 然后比如说这个位置就有窗帘 比如说我现在按一下close 大家看 刚才苹果工作人员告诉我 这个房间最多可以容纳100个人 然后呢 你看这是一个房间是吧 但实际上上边的这个是可以做成一个分隔区域的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可以既作为一个房间 也可以作为三个房间 这几个外国老哥是专门从苹果总部过来的工程师 这个是一个机制 就是他们会定期的从总部抽调一些工程师 然后来帮助中国的开发者进行他们软件的开发和适配 大家看我现在身后这件墙 就是这些海报呢 放在苹果官网上的时候 我也没有觉得什么很奇特的点 但是你说打印成一个巨幅的相片 然后挂在墙上 就会觉得还有一些设计感 另外呢苹果本身对吧 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一家非常注重保密性的公司 之前曾经对吧 每一代iPhone 虽然说保密的程度最后都曝光了 但是从苹果意愿本身来说 还是保密性很强的一些公司 因此呢 对于这些开发过程中的细节 其实也是有很强的防护的 比如说看这个门上边的这个 类似于蜂窝状的这样一个小设施 刚才苹果工作人员告诉我 这个小设施是专门用来隔声的 什么叫隔声呢 就是它会发出一些白噪声 从而消除内部房间里边的声音往外传 另外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这个门呢 是由一个透明和半透明这样一个渐变的门 就是如果你从我们正常一个人的平视角度来看 其实是看不见屋内展示的内容的 但是你其实是大概能够看出 这里面有没有人的 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是一个茶席区 有一个微波炉 然后下边这是一个咖啡机 这里有一些苹果关于环保的这样一些宣传的理念 比如说减少塑料瓶 比如说我们就是我们吃的 然后刚才我跟苹果的工作人员也交流了一下 他们说这个开发加速中心预计每年应该最多可以接受5000人次的这样一个开发者的到访 当时我也问到为什么就选择了在上海成为这个全国第一家开发者加速器呢 苹果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首先上海然后加上它周边的这个比如说苏州啊杭州啊周边的这些城市加起来 它的开发者的密度是最大的 同时呢考虑到苹果的在中国的总部就在上海 因此呢在人力抽调资源上应该就上海支持是最高的 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点我相信就是很多开发者关心的就是如何参与到或者加入到这个加速器中 这个部分呢我也是问了一下苹果 苹果告诉我呢它是需要一个双向的选择 就是你提供给苹果一些关于你开发的APP的一些资料 然后苹果呢会进行一个审核 它说总共有三点吧三个因素 其中第一个因素呢就是首先你是要需要对你的这个APP或者你的开发未来的方向 是需要对新技术有一个愿景的 那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的这个APP特别适合去做全球化 那么苹果可能也非常愿意帮助你 那么至于第二点呢第二点我忘了整个过程是不收费的 而且苹果也不会在这个过程中跟你签订什么任何什么协议啊 什么包括什么入股啊这些都不会的 就苹果只是希望开发者能够把他们的应用提升到更好 用他们的话说叫做从good提升到great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苹果加速器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现场的 怎么说叫逛电体验 关于这个加速器更多更有趣的信息 大家可以关注从右手码后续的报道 我是容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